单体字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字 那么这个横要写长 那么这个撇要写短 再加上一个口 这样子太极好看 如果你这个横写短了 这个撇写长了 这个字就不像了 第二个有字 这个有字也是很长 一般的楷书都是写一横旗 这个撇它也是比这个横要短得多 这个里面底下再加上一个月子 那这个均衡的这个月子 这样子它就觉得就就比较好看 比如说这个灰子 实惠的灰子 这个也是 这个里面它这个里面它就是这个跟这个字的处理的办法又有一些不一样 它中间的这个横呢 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把它写也长一点 这个灰子的这一片 它以为它有好几个片 所以说就行 这样子 这个这个片处理的就是两个片放在写的 这个片把它留意写长一些 这个里面的这个点是假的对应点 这个地方往右 这个点就往左 那这一片直一点 那么中间这一片呢 它就写弯一点 如果这两片都写的直 它这个字又不好看 所以说它这个的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字 它也是很长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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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片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字 这个字呢 实际上呢 这个也是很长 这个 这 中间这个 这一痕 也是长 这个一片短 中间这个 这种类型的字呢 都是属于 很长 撇短的字 所以在处理好以后呢 那这个字就比 就就就比较好看了 这种类型的字呢 也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